咱们开车出门 这个手机导航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手机导航里面有五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很多的实际朋友他竟然不知道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了 大家都要开车出门 开车上高速破长途 那么只要你提前懂得这几个功能的话 那么对你开车上路 都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来我们现在闪净土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特别的香了 尤其是现在到了年底了 大家都要飞到老家 飞到老家之后 很多的朋友总感觉这个流量不够用 总担心一个月要扣好几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打开导航 往上滑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离线地图点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提前找一个有WiFi的地方 提前下载好你们老家当地城市的一个离线地图 那么这样的话 就算你飞到老家 那么打开导航 它就不用流量费了 只要你设置好 一年当中流量费都能够为你节省好几百 第二个功能 那就特别的香了 尤其是现在到了年底了 可能我们几个朋友要一起回老家 一起去那里旅游 那么只要你设置好这个导航的话 那么就可以用同一个导航 还可以看到你朋友的一个实时位置 设置也非常的简单 打开之后 我们只需往上滑 点开这个更多工具 点开之后 这里有一个群组功能 看到没有 点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只要你建一个群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用你的朋友 几个朋友用同一个导航 还可以看到你朋友的一个实时位置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就不用单独用手机 还要去发一个信息 去问你的朋友在哪一个位置了 只要你设置好 就可以随时的看得到 你的朋友的一个具体位置 就避免我们手动去发信息 去问你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实时语音通话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按一下之后 它就会自动录制30秒 发送给你的朋友 不用单独去发送 点好之后它就会自动发送 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单独 还要用手机去发信息 问你的朋友 对不对 是不是特别的像这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 也就是语音唤醒功能 很多的朋友 他都不懂怎么去设置 只要你设置好之后 就算你临时改变路线 临时去哪个加油站 就特别的方便 设置也非常的简单 比方说 我们打开这个导航 那么这个时候 在右下角这里点开这个我的 在右上角点开这个设置这里 点开之后这里有一个语音导航 点开这里有一个语音助手 点开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有一个语音唤醒功能 正常它是没有打开的 正常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点开之后 来我们现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晓得晓得 去附近的加油站 看到没有 它就会自动导航去哪一个加油站 就算你要去上厕所 也可以用语音唤醒功能 直接说 它就会直接导航到哪一个位置 是不是特别的香 第四个功能 也就是这个 初到极的导航 我们正常导航 看到没有 它是这样子的 一条横过去 那么这个时候 设置也非常的简单 你比方说 我们提前按一个导航 按一个导航之后 开始导航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导航的过程当中 只要往上滑 往上滑 继续往上滑 看到没有 它这里有一个 初到极的导航 看到没有 初到极的导航 它是一个新功能 正常它是没有打开的 只要我们打开之后 那么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到你行驶 在某一个车道 就算前方某一个路标路牌 哪里有摄像 哪里有拍照 它都有清清楚楚的 有显示 那么对你开车上滑 就能够避免你走错漏的情况了 对不对 第五一个功能 那么对于新手来说 那就特别的实用了 你比方说 我们推出这个导航 来给大家设置 给大家看一看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设置好一个目的地以后 比方说我们随便设置一个目的地 那么这个时候设置好之后 我们先开始不要烂倒航 我们先开始不要烂倒航 我们只需要往上滑 往上滑之后 看到没有 它这里有一个新手模式 我们只要打开这个新手模式之后 那么它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比如在哪一个路口了 或者说哪里有岔路口了 它就会提前播报 提前来提醒你 那么对于新手来说 就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 就能够避免走出路啊 或者是其他情况 只要你设置好 我们手机导航这几个功能 到了年底了 上高速跑长头 就能够减少 或者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这个麻烦 我们下吧 再次咱们的攻击